咱们今天来说一个特别狗血的人命案 有多狗血呢 您一听名字 估计就能猜出来个八九不离十了 这案子叫姑扫乱情 是吧 这四个字就感觉已经很那样了 2004年5月6号中午12点的时候 湖南省里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突然就接到了报警 说金罗镇有一个山脚底下 发现了一具尸体 等到这民警赶到现场 发现这尸体啊 用那种麻布袋子装着呢 就放在了金罗镇高山村二祖 一座名为尖山的山脚底下 法医呢 去了之后小心翼翼的 把那麻袋拿刀片就给划开了 打开这么一看 里边这尸体什么样子呢 高度腐烂 已经白骨化了 并且俩肩膀之间只有一个大窟窿 没有头了 这么一具无头尸体 把这上衣一剥开 虽然这肉是已经腐烂的差不多了 但是胸部呢 带有胸罩 这要是男孩子 男性 那不可能带这个呀 再检查盆骨吧 这时候已经能够百分百确定 死者是一名女性 经过了一整天的尸检 说实话 计真人员呢 也不容易 这尸体外边穿的这衣服啊 散发着一股恶臭味 这技术人员呢 就从这尸衣里边 捡出来了那么一小团东西 乍一看啊 认为应该是被尸液浸泡过的 已经泡腐烂了的纸张 这个意外的发现 就让侦破工作呢 出现了转机 赶紧着吧 找技术人员去技术室 来进行处理吧 经过了几个小时的精心处理 一张地下六合彩的广告啊 就显现出来了 这纸张在放大镜之下 隐隐约约的能看见 这么一些文字 写着香港九龙 六合彩特马玄机 8068 还有写着周秀梅 地下六合彩的马报 这8068 看着又好像是来自福建某地的号码 还有一个女性的名字 叫周秀梅 把这些线索串起来之后 警方就认为 这周秀梅是不是死者呀 于是呢 刑警满怀期待的 向福建某地警方 发出了谐查电传 可回复的结果是 当地呀 有那么一个团伙 以周秀梅的名义 向全国各地 发出这地下六合彩的马报 上万份 发报人呢 以提供地下六合彩 中奖关键号码 为借口 为理由吧 每次呢 骗取200块钱的信息费 这周秀梅只是一个收款账号的开户名 所以应该跟死者没有任何的关联 这刚刚出现的希望 这就算是破灭了 受害者既然有这地下六合彩的马报 哎 他会不会给这周秀梅汇过款呢 于是警方啊 又请求福建警方查找汇款人的线索 同时继续在死者的衣物之中 寻找痕迹线索 哎 这时候又有了一个惊喜 一团更小的异物啊 也不知道是什么物件 又从死者衣物之中被检验出来了 哎 打开这么一看 还是一小纸张 小纸团 经过技术处理 就发现这张纸上啊 有这么一些字 写着中国农业银行松资市营业部 汇款二百元 交易日期 三月二十九日 甭说了 这肯定是一张汇款的回单 这松资市啊 是湖北省紧邻着金罗镇的一个县级市 这松资市的城区 离尸体发现地差不多一百来公里 民警们呢 就决定咱们呢 赶紧去松资查个究竟 到了松资市农业银行营业部 已经是下午六点了 三月二十九号的监控录像带啊 已经被重录给销毁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种监控录像 它是不停的循环覆盖的 保管转款存根的营业员呢 也不在那 正好赶上休假出去旅游去了 打电话跟他联系吧 说第二天呢 才能赶回来 哎呦 那也不能白白的浪费掉这一个晚上啊 民警就分析 一般人呢 要想着去银行办点什么业务 肯定是就近 对吧 说家门口有营业部 那不可能跑好几十公里 去别的地方汇款去 那么汇款人 会不会就是松资市本地人呢 得了吧 咱们呢 去辖区派出所看看 看有没有什么收获 民警呢 就来到了新案口派出所 新案口派出所 还真提供了一个信息 这引起了李县警方的高度注意 四月七号 说辖区的居民李强来报警了 说他的姐姐李娥呀 找不着了 失踪了 下落不明 这李娥呢 过去啊 也有过外出和亲人联系不上的事 所以派出所也没太当回事 也没把这李娥失踪跟被杀联系起来 这回一听 哎呦 李县出了人命案子了 于是赶紧的连夜把报案人李强就请到了派出所 经过调查核实 这一点呢 是急剧上升 这一个多月了 李娥的亲人们找遍了李娥可能去到的落脚的地方 但是都没找着人 四月四号是李娥的生日 四月三号李娥的家人给李娥打手机 手机就关机的 李娥的大女儿啊 在外边打工的 他呢 打电话告诉舅舅 说我打妈妈的手机通了 但是没人接 七号晚上十一点的时候 李娥的女儿呢 手机上接到了妈妈手机发来的短信 内容是三个字 我死了 据李娥的小女儿反应 他说呀 四月三号晚上 我接到了妈妈发过来的一条短信 写着 放心吧 妈妈在打牌呢 一切都好 此后 他给妈妈手机打了无数次电话 有时候是关机 有时候呢 是通了没人接 两个女儿还提出了同一个疑点 他说呀 妈妈过去给我们发短信 打字水平不高 经常有错别字 而最近收到的这两条短信 用字很准确 这不像是我妈妈本人发的信息 李娥的邻居也反映了一情况 说四月二号上午十点 他跟李娥呢通过电话 约好了下午打牌 但是下午三点再约李娥的时候吧 手机就关机了 当天下午六点 这邻居呢 就到李娥家里边去喊门去 就已经没有人应声了 四月六号 李娥的弟弟打开了李娥的家门 家里边啊 没人 但是感觉地上有被拖过的痕迹 种种迹象表明 李娥的失踪太蹊跷了 甚至有被杀的可能 一转眼 来到了第二天了 松资农行营业部的营业员呢 也回来了 找出来了 那汇款的底单 这是从上千份单据里面 才查出来的 三月二十九号 有一张 汇到福建周秀梅账号上的存根 汇款人签名 清晰地写着 李娥 经过笔记鉴定 和无头女师 一袋里的汇款单的笔记 是一样的 此时各种证据线索都表明 那句无头女师 很可能就是李娥 两天之后 DNA比对的结果出来了 最终证实 死者就是李娥 根据法医的试检结果 还有其他线索 综合分析 李娥被害的时间 应该就是四月二号 四月二号之后 李娥的手机 已经落入别人的手里了 那么 到底这手机是被偷的 被抢的 是丢了 还是被凶手拿走了 各种可能性都有 甭管最终这手机 是怎么落入别人手里的 反正必须得挖出来 拿手机这人 围绕着受害人李娥的社会关系 还有手机使用情况 警方就展开了全面深层的调查 先后排查出来了 重点怀疑对象六个人 但是从作案时间等等方面 最终把这六个人给排除了 这时候 一个有价值的线索出来了 拿着李娥手机的这人呢 用这手机号 打过一个坐机号 机主反映啊 当时给他打电话的人 是他的一手人 叫碧玉松 有一个更可疑的情况是什么呢 这李娥呀 跟他的丈夫不合 常年是分居的 但是是住在同一个房子里边 同一个屋檐下 俩人不住一屋 李娥的丈夫呢 住在偏房 他的丈夫在四月二号晚上八点左右 看见碧玉松骑着摩托车 来过他们家 那么这碧玉松又是什么人呢 李宪警方啊 赶紧兵分多路 一路人马赶到这碧玉松的出生地 老家湖北省荆州市 另外呢 多路人马到碧玉松曾经居住过的多处地点 去进行调查 这碧玉松的情况算是被查了一个底调 这碧玉松出生在1968年 是湖北省荆州市桃市镇新王村人 二十岁的时候 结婚了 生了一个儿子 现在呢 在外边打工 二十二岁的时候啊 因为盗窃啊 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跟妻子就离婚了 二十五岁的时候 刑满出狱之后 那就是浪迹天涯了 四处流浪了 二十八岁的时候 又跟一个女人结婚 生了一个女儿 结婚之后不久 他的妻子啊 忍受不了他的这种家庭暴力 这种无休无止的打骂 人家离家出走了 从那以后 这碧玉松带着女儿 就租住在了松兹市城区 靠着开出租摩托车谋生 碧玉松的父母 对自己这儿子也有一评价 哼 他呀 就是一个又没德性 又没人性的孽子啊 这碧玉松到底干过些什么事啊 让自己的父母这么评价他呀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民警来到了碧玉松的老家 见着了碧玉松的父母 父母对自己这儿子就一个评价 说这就是一个没有德性 没有人性的孽子啊 去年上半年 父母呢 得到耕地占用补偿费 五万块钱 这碧玉松怎么样啊 上来之后 对父母对弟弟 那是全打脚踢 就得把这五万块钱给我 要是不给我 我弄死你们 结果后来呢 还是没达到目的 他就把自己的儿子给关起来了 冒充别人绑架啊 就给父母打电话 说呀 孩子让人给绑架了 赶紧的吧 把钱给我呀 我得给他赎身去呀 被警方侦破败露之后 给他父母气的呀 得了吧 搬家吧 就迁到外地去了 而碧玉松的弟弟 也被碧玉松拿刀给砍伤了 被逼无奈之下 也跑到了湖南湘西棘手市 自己做生意去了 大伙就想着离他远点啊 躲得越远越好 松子警方呢 还提供了一个新的情况 说4月9号晚上 碧玉松翻窗户 侵入了被害人李娥的小姑子 黄琼的家 被黄琼的丈夫及时发现 把这碧玉松啊 砍了七刀 这碧玉松呢 逃出来之后 他呀 也不去派出所报案 在派出所找他调查的时候 手里边拿着农药瓶子 在那说了 你们再找我 我就喝农药自杀 那么这黄琼 又是什么情况呢 这李娥的小姑子黄琼 跟丈夫啊 一向不合 黄琼的丈夫 跟这李娥 这是亲兄妹 当时就有很多人传 说这黄琼呢 跟碧玉松 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大家就认为 这就是因为偷情 引起的纠纷 派出所一看 哎呦 这种家事 也不好参与 为了避免激化矛盾 也就暂时没有追究 在这之后 这碧玉松呢 带着九岁的女儿 就出逃了 也不知道去哪了 更奇怪的是什么呢 碧玉松走了以后 这黄琼 哎 也找不着了 去向不明 这个情况 就引起了 李宪警方的高度重视 李宪警方啊 对碧玉松的追捕工作 对黄琼去向的追查工作 同时展开 多路人马 分别在湖北省境内 碧玉松可能落脚的地方 布下了天罗地网 上千份通缉令 发往全国各地 对碧玉松进行网上追逃 碧玉松 凡是近期联系过的人 以及比较亲密的一些亲戚朋友 都被警方纳入了侦查视线 湖南的棘手市 还有怀化市 就成为了重点侦查的一个范围 5月16号下午3点 民警啊 开车到了棘手市 经过巧妙分析 还有多处查访 终于找到了和碧玉松 有过联系的两个人 其中一个人就说 差不多十天以前吧 他带着女儿找过我 他当时啊 胳膊还包扎着呢 我一看他一副寒酸馅 妇女怪可怜的 我给了他一百块钱 我俩就分开了 另一个人说 上个星期吧 我在火车站 后车市有个小女孩向我乞讨 我一扭头 我认出来是碧玉松她闺女 叫小娟子 结果呀 她撒腿就跑 这小闺女啊 要面子 俩人呢 拍着胸对民警说 警官啊 你们放心吧 我们动用一切关系 保证在三天之内找到她 到了第二天下午 俩人就给民警打来电话了 说找着了在火车站 发现老毕了 5月18号 也就是无头女尸案 立案的第12天 在棘手火车站站前广场 转悠着的碧玉松 猝不及防之下 被刑警啊 一下子就控制住了 5月19号 碧玉松在里县公安局 刑警大队审讯室 接受审讯 根据交代 第二天 在距离尸体发现现场 两公里之外的 一处茅草丛里边 早就成了骷髅的 李鹅的脑袋 被找了出来 5月29号 依照里县警方的请求 内蒙古警方将黄穹 在阿拉善又骑草原 捉拿归案 至此 无头女尸案的侦破工作 被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不过对于咱们来说 还是有很多疑点 没弄清楚啊 碧玉松为什么要杀李鹅呢 碧玉松说呀 2004年的时候 他第二个妻子不是离家出走了吗 碧玉松呢 带着女儿娟子 从荆州就来到了松资市城区谋生 租了一小房子 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 就开始跑黑车 雄归岛举的生活呗 女儿啊 很乖巧 很聪明 这是碧玉松 最大的生活希望 生活寄托了 碧玉松呢 身高一米八 虎背熊腰的 显得很彪悍 虽然说经济上很窘迫 但是很多女人啊 就喜欢这种硬汉气质 就追随着她 其中啊 就有这黄琼 黄琼呢 因为多次租过这 碧玉松的摩托车 这一回又租了 碧玉松的摩托车了 俩人这回也熟悉了呀 正好呢 当时是一个 乌漆麻黑的夜晚 这黄琼坐在 碧玉松的摩托车后座上 俩胳膊可就紧紧抱着 碧玉松的后腰 脑袋也贴在了她的后背上 碧玉松这么一看 行啊 她是看上我了呀 那来吧 于是带着这种积蓄已久的浴火 把黄琼就带到了她的出租屋 俩人骑着咔嚓啊 经过这么几次优惠之后 这黄琼跟碧玉松 那叫一个如胶似漆啊 一天不见想的都不行了 外边呢 也就传出来风言风语了 这碧玉松胆子大 她是毫不在意 可是黄琼的胆小 有一回啊 这黄琼就跟碧玉松说 你得替我出口恶气 我嫂子李娥欺人太甚 她不但不跟我哥睡觉 还把我哥赶到片屋里住去了 碧玉松听自己的女人这么一说 行了我替你出气 黄琼呢就带着碧玉松来找李娥算账了 碧玉松一开始啊 那就是一副打抱不平的胸像 长得又虎背熊腰的 可是在旁边 看着黄琼跟李娥吵了一会儿 哎 她可不是要给这黄琼出气了 这开始做起调解员了 和颜悦色的就开始调解 走的时候这碧玉松背着黄琼 给了李娥一个特别挑逗的眼神 这李娥呢 哎 也成功的接受了这种心电感应 这信号就接收了 起里咔嚓的 这李娥跟这碧玉松也睡到一张床上去了 俩人也是有了坚情了 一天不见碧玉松 这李娥心里边也痒痒 这姑嫂俩呀 是谁都不爱自己的丈夫啊 都心甘情愿的当了碧玉松的玩物 这黄琼也知道了碧玉松和李娥之间的这种关系 这时候黄琼想着 我想着跟我最爱的玉松 长相厮守啊 白头到老 但是现在又有了我的嫂子 这可怎么办 我要是把嫂子给杀了 既解了欺负我哥哥之恨 又少了这个情敌 但是让谁杀呢 让玉松杀吧 他要是真把我嫂子杀了 那证明他是爱我的 当然了 他要是能再把我的男人给杀了 那我就能跟他光明正大做夫妻了 太好了呀 其实啊 这碧玉松跟李娥睡的也是热火朝天的 你真是突然让他去杀这李娥去 他也不一定乐意 但这天出了这么一事 李娥呢 就想着不能让碧玉松白占便宜 就在电话里跟碧玉松说了 你得给我钱 至少二百块钱 你不能白睡我呀 你要是不给我钱呢 你现在就来一趟我家 我想你了 嘿 这家伙啊 一开始还说不能白睡 这回就是啊 你可以肉肠 是吧 4月2号上午11点 碧玉松呢 兴致勃勃的 骑着摩托车来到了李娥家里边了 俩人见面之后 三下五出二啊 就开始快乐起来了 可哪知道 这时候钱包已经让李娥拿在手上了 碧玉松一看 想把钱包抢回来 李娥说了 我就拿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也不行 你要钱 我就打死你 这碧玉松啊 本来就暴力凶残 挥起拳头 可就砸向了 正躺在自己身子底下的女人 几下子之后 李娥可就晕了过去 碧玉松冷静下来 看李娥也不动弹 这心里边可就有点慌了 我是不是弄死他了呀 哎呀 得了吧 一不做二不休 我碎了黄穹的心愿吧 这么着 他紧紧的掐住了李娥的脖子 掐死李娥之后 把李娥的尸体抱进了衣柜藏了起来 当天晚上 他就叫出来黄穹 把这些事啊 就都告诉黄穹了 俩人就商量 这尸体放家里不行啊 他会抽啊 必须得扔得远远的 这么着 找来了麻袋 把李娥尸体装进去 碧玉松骑着摩托车 黄穹呢 坐后座上 紧紧的抱着嫂子的尸体 俩人一路往南可就开了过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也不知道骑到什么地方了 反正就看四周围啊 全是山 得了吧 就在这儿了吧 碧玉松停下车来 扛起麻袋 一个人向山下就走去了 刚要把尸体扔了的时候 他就意识过来不行 尸体万一被人发现了 那会认出来这是李娥呀 警察要破了 按了我不就没命了吗 他呢 就拿出随身带着的砍刀 把李娥的头就给砍了下来 藏在了茅草丛里 之后又扛着这麻包 继续往前走 这事都处理完了 黄穹啊 在那高兴的都不行了 危在碧玉松身上 那是柔弱无骨啊 在那儿就跟碧玉松说 你真棒 你反正已经有了人命案子了 你干脆把我那男人也杀了 那样咱们俩就能做长久夫妻了呀 嘿 在黄穹的挑唆之下 这碧玉松还真听话 这才有了咱们之前讲过的 4月9号 碧玉松翻窗 侵入黄穹家被打的那一幕 想着把人黄穹的丈夫给杀了 结果让黄穹他丈夫砍了他七刀 派出所民警 找到碧玉松以后 碧玉松他心虚啊 于是带着女儿赶紧就逃到了棘手 本来呢 他想着投靠弟弟 但当时差点他把他弟弟给砍死 人弟弟肯定不要他 只能是住在一家小旅店里面 靠着女儿乞讨啊 来勉强度日 最终这起因为狗血奸情 而导致的人命案是破获了 无论是碧玉松 李娥还是黄穹 都为这种不正当的男女感情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到案之后 碧玉松也是悔恨不已 但是再悔恨还有什么用呢 可怜的 是他那九岁的女儿 小圈子呀 将人站在家的男孩 并不欣负 然后再悔恨不暗